大家好,这一集接着学习这款白花帽子后面的部分 没有看过第一集的,可以点我头像视频里面有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扩展连接 这里织了三排,一二三,接着开始收针 这一侧是要在反面并针 先把织物,把面这一行织过来 织到这里以后,用一个记号扣卡在这里 或者把针拉出来也行 还是把冰云的石针挑起 调起来的是第一行 接着第二行 第二行全部直下针 第三行第一针滑虾 这两针合遍 接着正面也要开始紧针 这两针一起直 调下第一针 这边 这边最后一针和这一针 并针 这两针 这两针还是一起直 就这样重复 现在一共还有五针 这两针 这两针合遍 等于四针 现在一共还有四针 滑下这一针 这两针合遍 放过来 放过来 这两针 并针 转过来 这两针 再并针 现在针目上有一针 这边还是挑起十针 加上针目上 加上针目上云来的那一针 有十一针 接着后面的并针 第一侧这边就开始并 就这两针 之前的这里有十针 是第二侧开始紧 我们这里有十一针 第一次 正面就开始紧针 后面的操作和之前是一样的 现在这一圈 一共是有六十七厘米 最后的这一针 不用断线 接着开始挑针 沿着边缘 靠内的半条辫子针目 用小两号的针 顺着这个边 里侧挑一圈 最后的这里 这里挑一针 这条线挑一针 螺纹边的尺寸 十厘米是二十一针 我的头位是五十二厘米 这里是有一百零二针 我们再十七针 加一针 加出一百零八针 第一行 全部针扭下针 这样入针 因为现在换了针号 针比较小 而这个镂孔比较大 直接这样织的话 会有动影 十六针 然后是十七针 之一针 再从侧边 加一针 接着从这针 开始锁 还是在十七针的位置 按照这里 再加出一针 这里是第二个十七针 之一针 侧边 加一针 剩下的 重新换一根针来织 在这里 加一针 这里 这里 再加一针 现在一共是一百零八针 接着我们开始制 螺纹针 下针 从侧边入针 上针 之上针 线绕上来 之一针 上针 后面的每一行都是下针 就从侧边入针 之扭下针 上针 正常的直上针 用直针 针 在换针的时候 把这边多支一针过来 这样这个边缘就不会有空隙 如果是环形针 就不用这样 直接织就行 一针 织14行 最后一行 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这边是每次移动过来的针目 不用再往前织 接着开始收针 下针 就是像辫子一样的 线在上面 之上针 之后后 线从针的后面走 上针 之下针 然后套收一针 线还是从后面 下针 至上针 套收一针 收的时候 线不要拉得太紧 只松一点 把针目穿入这边 这条线 拉紧 在背面 藏好线头 接着开始针 帽顶的装饰 针针 起6针 用3.0的针针 把这个线头拉紧 把这个线头拉紧 找到这边 第一针的位置 穿入两个线头 勾出 勾一个起立针 还是在这一针 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 每一个针目 勾两个短针 一共12针 勾好以后 在开始的位置 临界把这个线头拉紧 勾一个起立针 短针 这一圈 不加不紧 一共勾12个短针 接着开始收针 同样 勾好第一个短针后 第二针 和第三针 一起勾 然后第四针 勾一个短针 后面的两针 一起勾 做一个紧针 隔一针 紧一针 临界 把线抽出 留一段 把线头塞进去 再塞一些停冲鸣 没有停冲鸣 可以塞毛线在里面 接着顺着 针木的外侧 用针缝起来 完成后 把它缝在 帽子顶端 径 jest 加仨 丝 径 这个缝好以后就完成了